美國今年展開加息週期以來 管港樓市跌勢未止 並有進一步加劇的趨勢 有代理指出 受到經濟環境欠佳影響 各個行業受衝擊 影響業主財政及供款能力 導致要劈價賣樓或者洩沽物業 樓價跌幅進一步擴大 其中紅磡黃埔花園 以及周宇聰太古城赤價案 年下跌均超過兩成 中原地產元顯案表示 紅磡大型藍籌屋苑黃埔花園 11月初至今站錄得8宗成交 平均實用赤價12897元 較去年同期的17245元 以大跌25% 其中屋苑一伙極低層兩房戶 以540萬元逆手 較三年半前買入價 賬面虧20% 料為近年黃埔花園貶值幅度 最強個案 上述成交為黃埔花園 以其18座低層理室 實用面積389方呎 採量房間隔 單位座向北方 永新裝修 最新以540萬元成交 實用赤價13882元 據了解 原業主為用家 於2019年4月以676.8萬元 購入上述物業自用 持貨預三年半 次次轉手帳面虧讓136.8萬元 其內貶值兩成 約計及買入時的稅款 以及買賣佣佣支出 料實虧金額約174萬元 原顯案表示 原業主近年買入單位後 曾作全屋翻身 裝修費約30萬至40萬元 為原業主未有透露 事次大幅涉讓沽貨原因 他認為 近年整體經濟環境欠佳 不少行業受衝擊 影響財政及供款能力 而加息後樓市出現急跌 也對業主造成心理影響 故部分業主也要涉讓物業 他又指 政府短期不設立 而息口又持續上升 以令不少業主增加減幅賣樓 而且一間比一間平 今年7月至今造價 以下條大約兩成 樓價跌幅有機會在未來三個月 進一步惡化 他透露 屋苑目前有約250間買賣放盤 其中減價盤比率大約40%至50% 另一邊商 港島傳統藍籌屋苑 則如沖太古城11月站錄得8宗成交 平均實用尺價 約15800元 較去年同期2057元大跌約21% 中原地產張光耀透露 最近錄得太古城銀星各中層已失役手 實用面積749方呎 屬三房套間隔 望线邊開揚海景 業主9月放盤 要價1550萬元 最終累減309.2萬元以1240.8萬元將單位逆手 折合尺價16,566元 試次成交價較2021年6月樓價高峰期屋苑的三房套成交價 1798萬元跌557.2萬元 或31% 並非旅行